好,那同学呢,我们刚刚上完前景色的部分呢,接下来我们来实做一下 如何呢,我们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做的部分,就是如何呢,步骤三 如何绘制呢,我们的星星图案 好,星星图案呢,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同学呢,我们现在 因为Photoshop都是图层式的,所以一样,我们呢,现在呢 要必须在这个地方直接再新增第二个图层,图层一 新增图层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实做 好,那自定工具在哪个地方?同学,我把滑鼠呢,移过来 Photoshop的工具箱,在这个里面呢,向亮工具这里 有一个矩形工具,那这右下方有个阴影,同学呢,按久一点 就会跑出呢,这边有个自定形状工具 形状工具之后呢,同学,我们来找一下,在这个地方呢,上面有三个功能 现在呢,都是自定工具的,它的其他的小工具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本身这个功能呢,目前预设是形状图层 这是入境,好,那这边呢,是填满像素 好,我们在填满像素呢,点选,那再去选取形状 那同学呢,看一下,那因为呢,我们本身 我现在要制作的同学看一下,我刚命名是竞赛得奖的DM 所以呢,我可能找寻一些比较特殊一点的图案 是跟比较相当于竞赛相关的 好,那同学,我们在这边呢 好,大概 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老师在这个地方呢,就先选取这个图案 好,选取完之后呢,好,那怎么绘制 好,同学,你们在这个地方呢,你需要的位置呢,你点下去 那同学,你看好,现在这个地方呢,长跟宽的事实上是不平均 那怎么让它平均呢,同学可以按键盘的SHIFT键,Shift键 这样呢,它你滑鼠左键按下不动呢,它就会等比例的放大 那我们希望做大跟小的部分 好,好,再,老师再做一次 我发言再做一次 大概相关的位置,按Shift键不放 然后呢,就放开 好,那同学放开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呢 同学,我这边稍微在这边做之前,有几个部分 我再把它还原,忘了讲了 因为我在这边选取的时候,我的前景色呢,同学先调整 看你到底要做成什么颜色 因为它会预设成刚刚原来的前景色 所以同学要调整,调整完之后呢,再来做 那当然颜色的部分,看同学可以看一下它这边的颜色 来去做调整 那原则上呢,我们可能挑稍微比较偏黄的部分来做 我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我大概能超高的颜色调完之后 好,我再,老师再做一次 好,大小,然后放开 好,那做完之后呢,这边是涂成一的部分 好,那做完之后呢 好,老师先坐到这边,先切换让同学做好了 好,老师咨 谢谢大家